他急刹车啊这玩意儿 哈喽大家好啊 那最近呢这个无人驾驶平台挺火的 就是这个萝卜快跑 最近呢在网上的争议也挺大的 带大家一起来体验测试一下这个萝卜快跑到底怎么样啊 我这会儿呢是已经叫车了 那我们在这儿要等一会儿 OK那我们叫的这个萝卜快跑啊已经来了 他这个停车是有固定的停车点啊 有固定的停车点 然后我们需要到他的旁边去坐车 而不是像滴滴一样 他们找到我们来上车 他这个是输入手机后4位来验证解锁车门啊 我们来梳一下 哇空调开放啊还挺凉快的 我们先来上来 关门 进一下安全带 上车以后呢 我们来点击这个开始行程 好现在就启动中 OK启动喽 自动驾驶一启动 有需要我一直都在 这个车子里面呢 他还配备了这个安全锤啊 就是这种救生应急的时候敲拨里用的 车内的环境啊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摄像头 这个是应该可以是拍到乘客的 然后呢这里 这里也是一个摄像头 都是可以拍到车里的环境的 我觉得应该乘客坐在这个后排的话 应该都是会被这些摄像头可以拍到的啊 就是你的状态 他们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车子在行驶的过程中 应该是会有人在后台看到的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毕竟他这个说 车上后面显示的是远程驾驶 而不是说是真正的无人驾驶 远程驾驶 肯定后台是有人看的 这个品牌是什么品牌啊 有没有朋友知道啊 我好像没怎么见过这个车子的品牌 有没有比较懂电车的朋友 现在是差不多五十啊 现在跑到五十嘛 现在他是要右转啊 还在修正这个方向 没有问题 现在是在转弯 转弯是比较平稳的啊 他突然加速了啊 因为现在好像前面路比较空旷 还加速还变道 可以 现在的时速是五十一千米 这好像也就算是他比较快的速度了 一直保持在五十啊 五十五十一 这会路上的车子比较多啊 大家可以看到路上的车子是比较多的 然后我觉得他还是开的比较稳的 有车子就是靠近他的话 他就会减速 这会他就在减速 又加速了 这会我的体验不太好了 就是他一减速又加速 一减速又加速 如果有晕车的朋友 应该不太喜欢这种感觉 你看又又减速了 就这种把人往前一推 又往后一拉的感觉 非常的不舒服 然后我看这个车子 在路上好多人都看他 还有人在拍 回头率还挺高的 无人驾驶 回头率挺高 他这是要右转了啊 就已经提前变到了 这变的有点早吧 这变的我感觉有点早了 那你跟在这个公交车屁股后面 就要等一会了 你要是正常司机开车 肯定就要绕到前面啊 绕到这边 然后超过公交车 然后就右转了 他这是 就是怎么说的 机器吧 是不是有点死板啊 非要等到前面的车走了 他才走 这也算是比较遵守交通规则 对吧 然后这个萝卜快速还是比较遵守交通规则的 机器是执行指令的啊 他现在就开始右转 这个右转是比较谨慎的 因为旁边是有这个车子很慢 转的很慢 好嘞 转过来了 这车在掉头 他就停下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是要掉头 掉头还是比较平稳的 基本上没什么感觉 就没有觉得说掉的比较快 把人往后甩的那种感觉 好 现在呢 你看前面是没有车子的状态 他的速度呢 依然是 我可以看到 仪表盘上是50千米每小时 可以看到 他识别到路上的车辆 还有行人 你看左边的那个斑马线上 有行人他也能识别的到 然后在右边这里有一个电动车 看一下 这个电动车 还是识别到的 旁边有一辆车子 也是可以识别到的 看到行人他会主动减速 甚至停车 然后好像他遇到路边有车子打双闪 他也会减速 我刚才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 就不小心 我试了一下 拉了这个门把手 这个门呢 他应该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呢 就很快啊 这个萝卜快跑平台的客户人员 就打电话过来了 就提醒我 不要开门啊 应该是有人去帮你去检测这个的 他这个车子上 应该是有这些传感器啊什么 实时的可以监控到这个车辆的状态 他急刹车啊 这玩意儿 前面的车子要并线 然后他就主动减速了 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个人的体验与看法啊 通过呢 我多次乘坐萝卜快跑自动驾驶汽车 那这些车子呢 在行驶的过程中 表现的还是比较平稳的 他即使在城市复杂的道路环境中 也能够保持良好的驾驶状态 与传统的人工驾驶车辆相比 自动驾驶汽车呢 在遵守交通规则方面 表现的是更加严格 而且一致的 这给我留下了比较不错的印象啊 当然了 在乘坐过程中呢 也遇到了一些小问题 比如说呢 有急刹车的情况 以及呢 他有突然加速 以及突然减速的情况 这样让人也有点不适 那目前呢 萝卜快跑在测试阶段 他是提供了首单优惠 价格呢 也非常的吸引人 然而呢 当你从第二单开始呢 费用他就会恢复正常 通过其正常的计费规则 我们了解到 他是和现在的网约车的价格 其实差不了太多 那也可以看出呢 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市场策略 通过低价 吸引用户 然后呢 可能会逐步回归到一个正常 甚至更高的一个价格 这种玩法呢 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 在网络上呢 有一些争议认为 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可能会抢夺一部分人的工作机会 这也确实 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不断成熟 以及AI技术的不断进步 那传统的司机职业呢 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未来呢 可能不止这个职业 可能会有更多的职业 会被自动化和智能技术所取代 所以我们面对这种趋势呢 我认为我们需要正视这个现实 因为在历史上呢 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 它都会带来就业市场的调整 但同时呢 其实它也创造了很多新的机会 那我们普通人呢 无法抵挡这种技术潮流所带来的冲击 所以呢 我们只能通过不断的自我提升 以及学习新技能 抓住机会 以及去适应 或者说利用这些变革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的全部分享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讨论 以及留下你的观点 也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